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团结团结 皇国土地正义 好 各位 从6月9号开始 我相信所有台湾人的心都不平静 为什么呢 因为刘正宏的怪手 就好 他不只毁了大埔的田 他也挖进了所有台湾善良老百姓的心 我们的心都跟着大埔的田一样的在滴血 现在我们欢迎大埔自救会的叶秀桃来向我们报告 欢迎叶秀桃 各位自救会的朋友 大家好 其实我以为只有我们错爱了 没有想到我们办这个活动以来 从三个自救会一直到十个二十个的自救会 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死掉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死掉了 新政府政府一带派警察保育总队到我们农村去破坏我们农民 毁掉我们的农田 请问这是哪一条法令 这个法令一级在哪里 保育总队一带一级的到我们那边去破坏我们 破坏我们的老百姓 请问这是哪一条法令 法言一级在哪里 第二点我要说的 刘真宏先生 他可以保留他的住家 我们这个法案里面 有的呢 土地可以要征收 有的不要征收 有的房子要拆掉 有的房子不要可以保留 请问这是哪一条法令 这个法言一级在哪里 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 内政部都委会 所有的委员 请你们出来说明 我们这个法案 的公共利益在哪里 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它的急迫性在哪里 请你们出来看看 我们现在的农民 现在要住哪里 我们的工作在哪里 我们的农田在哪里 以上 我要请我们的自救会长 来跟我们说两句话 今天我们大不征收的土地的这个 范围 就是我们他们今天征收 我们就是不给他们征收 因为他征收这个条件 我们就是不合理的 今天他们征收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财团 就是为了要赶我们的家园 就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所有权权都没有用了 所以权权我们没有交出的 这个土地是被他们的 现在我们是 这个我们这个土地 所有权权都没有用 你看我们台湾全是的人民 我们现在没有站起来 没有团结 我们的土地已经给他们回了 他就为了财团要需要我们的土地 就是 写一写 画一画 他就贴一叠 就是变成他的土地了 我们大家今天 大家要团结起来 大家尽量的 团结 我们这个 我们才有希望 我们才有这个土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埔自救会 我们非常心疼 我们非常心疼 我们自救会会长的妈妈 103岁 103岁 一直生活在大埔这片土地上 现在家里的人 还不敢跟他讲 还不敢跟他说 家里要给他们征收 是什么块的禁户 不可能 不愿意 没办法 让一个103岁的百岁人类 遗养天年呢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 竹东二重谱的刘庆昌先生 他也是我们联合自救会 的总召集人 我们欢迎他 各位大家好 在座的哪一位不是农人 但是我们的农委会主委呢 说今天在座的都不是农家人 都不是种田的 他有没有搞清楚 所以这个农委会 我觉得它的存在 有待讨厌 而且没有照顾农家人 没有照顾种田的农家人 没有照顾农地 还说是农委会 我看是应该是灭农 灭农委员会 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 不是照顾自己老百姓 是照顾财团 那新出县政府呢 劝了四百多亿 为了要改善财政资质呢 要征收我们的土地 不在我不但 主动的四百多公顷 土地也四百多公顷 县政府欠债 跟我们是一关系 为什么我们的农地 要给它区断征收 去平衡它的财政资质呢 那前任的县长 当了两年两任的县长 结果负债四百多亿 那现在还要用我们的土地来帮他们还债 这样都公平吗 那我们的农地我们要动到此 为什么政府一定要跟我们征收 所以这个农委会 这个政府我觉得根本在默示我们农民的权益 所以我们要发出农民的怒吼 再来 希望所有在座的全台湾的自救会 大家团结起来 共同对政府 缓出我们的固满 玩我土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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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